下一套作品就是告訴你 小戰鬥都可以有小戰鬥的深度 不是,穿著熱世界其實不是那麼好玩 不是小戰鬥都可以打不中嗎? 不是,即是覺得這套改錯 這套改錯不是這套改錯是 《灰與幻想的格林》 應該說三集裡面我都認同 《男主角》應該是《格林》 不是,《格林》是一個魔王很難打的 不是,你應該以一季地看的 不是以三集就定他的名字 接著要說那套就是《灰與幻想的格林》 沒有嘉義啦 你不順口,叫《格布林》就很好聽 我很強調這件事 那個世界就是叫《格林》的名字 因為那三集裡面說《格布林》的三個字是多 《格林家母義》的名字 不是,你應該這樣說 這三集裡面其實它是一個Geographic Channel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是不停地告訴你《格布林》的生態是怎樣 《格布林》是一種什麼的生物? 雖然《格布林》是弱的 但是它是很危險的 你看一下啊 有六個傻子就去挑戰它了 是 超 打三集都打到十八十二金 是 真是,我夠了 即是你去到也是這樣 應該說 應該說 《格布林》雖然很弱 但是《格布林》比一般的人類更加恐慕有力 所以大家不要因為看到《格布林》 而被一些所謂《幻想世界》的設定 去誤導了其實《格布林》也有《格布林》強項的地方 好重要 說算 levant game 可以出去兩個都劈牙不去 其實看這套 WrestleMania的時候 先留意標題 《幻想的格林布家綺》 《幻想的伯林》《格布家綺》 我就知道是什麼 灰是什麼 灰那個位子應該 이름用人是灰 eigentlich等於《格林 numb eller家綺》 你要明白,在整套作品裏面,主角群,一個這麼完整的團隊,有什麼職業?有神官,有坦,有攻守,有黑暗騎士,還有道賊 這個團隊,可以說一個典型的副本團隊,居然連一隻哥布林都打不死,你就知道哥布林是多麼? 不是,他太強,是你太弱,你跟兒子的命中都是零的,是不是? 這樣說的故事,他省略了一部分,一開始就說,有一群年輕的少男少女突然之間,不知道什麼事,來了一個這樣的世界 這樣的幻想世界? 是的,似乎說起來,他們沒有之前的記憶,而且就是,你看到他們有時候會說一些現代用語 但是,他們一瞬間就會忘記現代用語,究竟是代表什麼 還有暗示根仔,似乎是一個遊戲的世界,雖然暫時沒有任何遊戲設定 是的,他沒有將一些遊戲設定,變成一些常用規則 他純粹會當是一個奇幻世界,他進入了一個異世界的設定 素說這套作品,究竟說了什麼? 事實上,現在的設定就是,其實他打怪,那些東西,一般的奇幻故事都沒有分別 唯一,你看到一些遊戲的味道就是,他會掛了一些銀幣,掛了一些素材在身上 或者這樣說,剛才鏡花所說的是其中一樣,而第二樣東西就是,他們成為義勇軍 那麼,選擇職業之後,學技能,他們只需要七天,主角七天之後就成為一個賭察 其實不是那麼難的 沒有啊,他好像說,這七天是學技能,想學生的技能要再給錢 遊戲未到的一些設定 但這個並為重點,這套東西其實是講主角群這五個人的實力 他們希望其實加入義勇軍,或者叫什麼呢? 三餐得以溫飽啦,起碼就不休息啦 起碼可以收支平衡先啦 那麼他們選擇了成為這個的義勇軍 義勇軍就是要對抗這個的魔物 算了,他們先搞穿了一隻魔布林 我多怕你對抗魔布林 而你看到就是這三集裡面,我們剛才說的這個是Draw Graphic Channel 因為你看到就是這套東西裡面,你會狠狠地知道了一件事 就是哥布林的生態 首先,哥布林是很少落單的 哥布林通常都會成群結隊去聚集 還有他們會有特定的活動範圍 他們是需要喝水和睡覺的 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不是? 這些informations,你看看其他作品,是很少會見到的 哥布林就哥布林啦,死開啦 Wedon Sir一本就劈開了 連哥布林的字都沒有啊 什麼啊,出去村口 甚至哥布林我出去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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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啦,甚至搞定交貨 這套東西的哥布林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哥布林是一個戰鬥能力的指標 至少到了第三集裡面 我實在說,我覺得 甚至覺得如果他這套東西跟我說 你只要能夠一個人對抗一個哥布林小隊的話 你就是一個獨當一面的義勇軍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他是能夠被量化的 事實上我想說的是 這套動畫好的地方就是 剛才是哥布林說笑的 但他就告訴你 就是一個小隊怎樣去戰鬥 才能連一隻難纏的小怪 才能做到 因為他真的很精細地表現到 一個新手戰鬥的時候出現什麼差錯 他不是同仁 他也不是 他也說到的 距離一群人 勁的那群人已經被人掉了手去前面 這群人留在新手村那一把 是不用的人 是廢人的 不勁都未至於 他們也說過 哥布林是最低等最低等的怪物 都打不贏 這個小隊證明 這個小隊其實是什麼 他們是要考慮是轉行 可以轉成新人 做這個生產職業 不是,他進來有說過 你不做遠軍問題 不過你有沒有錢 生存賺得才是你的事 而你說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就說 其實那幾位主角 也都是很重描述就是他們 他們就是什麼 簡單來講就是什麼 這套我會跟我們之後有一套比較 就是 當你進入了異世界 如果你沒有一定的遊戲知識的話 你很容易會做什麼 選錯職業 配錯點 以及不了解自己的潛力 用錯自己的潛力 當一個攻守 射箭 是完全射不中的 還會射中自己人 但是他用近子武器是很厲害的 結果你就知道 這個人其實是選錯了做攻守這個職業 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去到異世界 他們沒有前面的記憶 很正常的 你沒有記憶 你沒有經驗 你會做錯很多決定 沒有辦法 經驗去累積 十日神功 你會在前面打一隻的職業 而你看到就是 無論我們的黑暗騎士 他不是作為一個坦的職業 但是他的嘲諷技能是點滿的 在他的口腦 不是他的職業技能 他是天生的才能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黑暗騎士 是很對的 你看到他很喜歡在黑暗之中活動 不過目標不是戰鬥 目標是莊人 而馬納多這個神官的角色 其實他是應該打前線的 你看到就是他想前線的 他想前線的實力 你也在故事裡面看到就是 三次的哥布林的反擊戰裡面 他的緩護攻擊是做得非常出失的 還要是敲肩頭的 他是神官的 他是補血的 他是一個會鎖頭的神官 而那個魔法師 就通常比較畏縮 而站在後排負責做攻擊的魔法 那個位置應該跟神官調轉 神官是不需要瞄準目標的 然後這個神官是會鎖頭的 而接著我們的男主角 就是一個盜賊 大家明白的 勇者 都未去謎國 你做什麼盜賊 你身為勇者 就要做盜賊 沒家人選擇 而且我覺得這套東西裡面 你看到整隊人 有些人可能因為某些特性 而選擇那個職業 有些就是因為什麼 攻守那些人就是因為隻貓很可愛 可以養蟲物 所以就做了攻守 那他應該做純壽司 不過可能當時沒有那個職業 OK 沒關係 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滿滿就是說 這班人是幾禁 不要說不成熟 連身手都不如 不適合做勇者 所以就在光寶林之下 其實應該這樣說 他們這班叫做很普通的正常人 因為對他們來說 殺死一隻生物 對他們來說 其實他們都是扭底的 甚至是戰鬥已經扭底了 戰鬥對他們來說是扭底 而就是什麼呢 當他們落手要殺死一隻生物 你看到就是藍德 就是黑暗騎士 第一次殺完之後 然後高寶龍臨死前反撥他 然後他講一下揭屍底 我們看電影也會看到 就是一個人第一次殺人 殺死第一隻生物的時候 那個反應 就是他就學了理時中藥的絕技 就不斷在那裡 可能是黑暗騎士忌人 你猜不到他 黑暗騎士忌人 黑暗十年次 他很多這些世偉 所以你說這套作品真的很慢 節奏是極度慢 因為他就要講這些世偉 他就要講這些人的生活 怎樣慢慢 其實殺了第一隻高寶龍之後 他們就開始有少少改變了 有進步了 開始有進步空間 開始就是不正面打了 或者有些戰術 所以這一套動畫 我給我兩件事很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就是剛剛阿雪玲講完 那個死鬥式的和高寶龍的戰鬥 那個迫力是很好的 我也做得挺好的 第一件事很深刻 第一集竟然在後半集 十多分鐘 完全是聞氣 只對話 沒有任何東西了 那一刻我是非常 我真的正在看動畫 沒有 我又覺得這套是沒有問題 這套是我不覺得是問題 我又說很久沒看過動畫 這套東西是很著重一些細節 細節甚至是什麼呢 底褲 一條底褲在這個世界的價格是多少 一條舊底褲的價格是多少 這套是很寫實 還有一條新內褲的價格是多少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香港人會說窮到內褲都穿 窮到洞 窮到洞 我們那個是 這個人是可以形容你 但我們實際很多 真的會看到這件事 對 實際是身內褲都穿 我真是更加想知道 一個新手買齊一套裝備 究竟一根基本的裝備 究竟要多少錢 應該說基本的生活費 究竟要多少 其實他說了基本生活費 他有講過一人賺多少錢 然後他們打死了一隻哥布林之後賺到的錢 是可以救他們狂花一天去購物的 其實這班人簡直是沒有經濟概念的 不過不要緊,一小孩而已,很難說 其實這件事的資源越多的時候就會貶值 這個時刻可能一隻哥布林夠小 可能第二天已經不是這個價格 所以他們之後不是殺死更加多的哥布林 之後他們沒有殺過東西,就沒有東西吃 他們經過一落要照出去便宜人,無傷 他們用爆破魔法就可以 那他們又沒有爆破魔法,又沒有Crusader 是不是? 又沒有爆破魔法,又沒有 又沒有女神 現在每一隻遊戲都是拆五星才行 你要體諒一下飛鎮人的感受 你知不知道他們的小隊開局全部都是一星人 他的確是一番現在很速食的奇幻作品的套路 但你可以說什麼呢? 他其實最弱的其中一件事 我覺得就是角色素造方面 因為角色,即使是普通人也好 其實每一個角色都很平凡 可能這也是他的特色 最弱的那個就是雙手劍那個 除了他喜歡煮飯和雕刻之外 你連他性格是什麼都很難具體說到 除了看見他慈眉時貌之後 你真的對他沒有什麼了解 甚至連名字都說不出來 我想說那件事 剛剛我說過一段十多分鐘的一段對話 正正在那一段對話 你看到有些角色的性格很突出 即是男德是一個口沒遮難 雖然他說的話是對的 但他是口沒遮難的人 可能是一個男主希樂 其實他可能是做一個和事樂的角色 兩個女生性格上有什麼不同的反差 即是他一段短短的對話 一段群氣 你基本上除了適合煮飯那個人之外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了解了 其實他定位是怎樣 這個小隊的構成 即是人格上的構成 所以我沒有看過原作的 但是呢 這套東西給我的感覺就是 這個小隊的人 我會覺得第一個死的是誰 由他們殺死第一隻狗狗狗狗 我就已經在想這件事 他們第一個死的究竟是誰 我覺得是挺好猜的 因為我不會被人劇透了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究竟是誰先死的呢 就是這套東西 為什麼你這麼快猜到肯定會死的 他不是太彈散了 剛剛你玩的遊戲 你在攻守站前面 你後面排站前面 你要明白就是這套東西 他裡面看著那個 掙扎求全 這一班人 一看就知道他們是一個便當樣子 便當是有樣子看的 其實是一個逆思考 我們看一些作品 我們就很肯定 那些角色 是一定不會死 但其實 當你訓練了這個技能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訓練了什麼呢 你是看得出一個角色 一看下去之後 他什麼時候死 這個逆向技能其實是很需要訓練 我覺得這套也是挺好玩的 其實是 差不多是看一些作品 可以玩一下這些 你知道現在那些魔法四天王 那些沒得玩的 很悶的 一定不會死 我可以回答你 為什麼魔法四天王沒得玩 因為你很快就知道 誰是女主角 那些是不會死的 那些是不會死的 你看到最快脫衫 我就會是女主角 如果沒有看過原作的聽眾 我覺得就是 真的我覺得 很值得一看 就是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是什麼呢 個個都死期插到滿了 如果是其他作品來講的話 但是呢 在這套就是 個個死期插到滿了 你在裡面 找第一個死 其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你會覺得有一支特別悶 不過每一個人都有些會死的原因 但是這個人 會不會有招衫 其實他是屯滅的 不用的 學回《推理笑》所說 某一個情節之前 為何有很多說話 很多劇情是做他的事 通常下集就死了 不過是這樣 說這麼多這些角色描寫的東西 Richards 我覺得雖然是好 但我很擔心這件事 就是《推理》做了多少集 第三集真的很慢 這個事情我比較擔心 我比較擔心他 最後還是打《哥布林》 不是 他這套反了傳統 一開始 角色的同伴 平時的故事是 由少去多 現在出了這麼多同伴的時候 由多去少 有某我是不認同的 《哥布林》 《哥布林》是比較重要的 不是說不定第四集 《哥布林》是怎樣 你現在看到的 都是最低階的《哥布林》 這個《Jografer Channel》裡面 他還沒介紹高階的《哥布林》 你不記得《諾荷萊城》有《哥布林》王嗎 我只是想說這些 《哥布林》指示《哥布林》 《哥布林》 《哥布林》十幾層 如果《諾荷萊城》 你認為《哥布林》王 是一隻團P的王 他有三十多層 你明白第三集之後 已經開始覺得 如果沒有《哥布林》的話 有些欠缺點東西 《哥布林》是這套東西裡面 最強烈的調味 沒有《哥布林》這道菜 是完全坦而無味的 精神食量來的 任何的 你不是調轉了《哥布林》是主菜嗎 那六個人才是調味 任何場面的起伏 都是由《哥布林》帶起的 大家有個謬 你不是緊張主角 怎樣殺死他《哥布林》 你是緊張《哥布林》 怎樣可以不死 怎樣才可以走得掉 怎樣才可以走得掉 他完全是一個主角隔離 或者是反衛者 你就知道《哥布林》在這套作品裡面 他的作用 是凌駕於一切的 我是很期待 除了哪個主角死先之外 正常說我是期待 究竟他是被哪隻《哥布林》殺死 一定是《哥布林》的嗎 不是 Sorry 你可不可以自相殘殺 或者一個賤 哎呀 射中自己也有 啊 都可以 其實我也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可以打一些不準 但又打不中自己人 因為他真的很不準 連打自己人也不準 他真的距離都很遠 就是這麼簡單 暫時是值得期待 在各種意義上都值得期待 你期待什麼 期待的人 或是《哥布林》的表現 在各方面 我覺得作為一套《以萬打法》的奇幻故事 在這個年頭應該看看他 即是你說他們很猛 《哥布林》很快 都可以 《哥布林》真的很敏 《哥布林》真的很敏 《哥布林》真的很快 《哥布林》的特性 你有沒有看《龍羽地下城》的設定 《哥布林》的設定是快的 他敏捷度度度高的 你見他們連神功都圍著他 才可以圍著他 真的 繼續留意《哥布林》 《哥布林》 《哥布林》 好 我們去下一部 《哥布林》